其宜卯公元415年至秉晨公元416年一共两年 晋安帝一夕十一年 宜卯公元415年 春季 正月 秉晨 初二 北魏国主拓跋四回到平城 东晋太尉刘豫逮捕了司马修之的次子司马文宝 侄子司马文祖并命令他们自杀 刘豫发动军队西上进攻司马修之 安帝下诏把皇帝专门用来诛杀的黄月 加授给刘豫并命令他兼任荆州刺事 耕武 16日实行大赦 丁丑 23日 东晋朝廷任命吏部尚书谢豫为尚书左铺设 新四 27日 东晋太尉刘豫统辖的军队从京城建康出发 刘豫任命中军将军刘道连兼刘府市 任命刘慕之兼幼铺设 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刘慕之决定 他又任命高阳内使刘忠领石头术士 屯扎在野亭 司马修之府内的司马张玉 难凭太守谈犯之听说这事之后都逃回到建康 张玉是张绍的哥哥 雍州刺使鲁宗之怀疑自己终究不会被刘豫宽容 便与他的儿子静灵太守卢鬼起兵响应司马修之 二月司马修之呈上奏书给安地列举刘豫的罪状 同时也率领军队准备抵抗刘豫 刘豫写密信给司马修之府的陆氏参军南洋人韩炎之 招请他背叛司马修之 为自己效力 寒言之回信说 承蒙你亲自统领军马 踏上遥远的西方疆域 荆州全境的是民数人 没有不惊慌震撼的 你屈尊给我写信 我才知道这次起兵完全是因为 侨王司马文思过去的那件事 更使我增加许多感叹 司马修之忠心爱国 待人处事又宽怀诚恳 因为你立过匡复朝廷的巨大功勋 朝廷与宗室还需依赖你辅佐 因此推重你的德行 对你一片赤诚 几乎做每件事都听你的指教 看你的脸色 乔王司马文思过去 因为一件小事受到弹劾责难 司马修之还曾自己上表请求辞职 何况乔王如果再犯大错 司马修之哪能闭口无言 前一段时间 司马修之已经上表奏请 撤销了乔王的王位 唯一没有做绝的 不过是留下了司马文思的一条命罢了 推己及人 把这是交给别人 谁都会这么做的 但是你却因此突然兴师问罪 这真是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刘宇 四海之内的人 谁看不出你的这番用心 但是你却还要说谎欺骗国内的通达之事 你的来信说怀有千镜之心 对别人的要求历来如此 今天你出兵征伐别人的君主 写信用私利引诱别人 这难道真是所谓的怀有千镜之心 对别人的要求历来如此吗 刘藩死在皇宫的昌河门 诸个常民死在你的侍卫之手 用甜言蜜语夸耀地方要员 先稳住他们 然后再用轻装部队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 于是 是朝廷的坐席之上没有诚信忠贞的人 是京城之外没有了对自己的性命放心的封疆大力 把这看成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实在是可耻 你手下的那些将领佐疗 以及朝廷里的贤明有德之人 都在把性命交给你过日子 我诚然是笔漏粗练 但是也曾经向君子学过做人的道理 像司马修之这样的得现好的人 怎么可以没有以性命相托的臣下呢 我一定不能去自投虎口 这种迹象 牺牲师这些人的遭遇已经表现得很明确了的 假如上天注定桑乱的局面还要延长 各派的纷争还要继续污浊不堪 那么我自然要与张红那样的人一起到九泉之下去游荡了 不再多言 刘豫看到他的信不禁叹息 他把信拿给手下的将领和官员们看 说做别人的属下应当这样和 朝延之因为刘豫的父亲名叫刘翘 自显宗 于是把自己的字改成显宗 并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韩翘 用这表示绝不做刘氏的陈下 东晋狼邪太守刘朗率领二千多家百姓投降了北魏 庚子十六日和西一带的胡族首领刘云等人统率几万户投降北魏 东晋太尉刘豫洋洋派遣参军谈道计 朱超时带领步兵骑兵进攻襄阳 朱超时是朱灵时的弟弟 江夏太守刘前之带领部队囤住在三连修筑桥梁 积聚粮草等待他们的到来 但是谈道计的军队却过了许多天也没有到来 卢鬼袭击刘前之并把他杀了 刘豫派他的女婿振威将军 东海人徐奎之统领参军凯恩 王允之沈渊子等为前锋出击江夏口 徐奎之等人在破种与卢鬼交战 大军失败徐奎之 王允之沈渊子等都被杀 只有宽安的部队压住了阵脚 没有败退下去 卢鬼乘胜对他发动了猛攻 却不能攻克他的防守 于是退了下去 沈渊子是沈林子的哥哥 刘豫在码头集结军队 听说徐奎之战死愤怒一场 三月 任武 二十九日 率领各位将领渡过长江 卢鬼 司马文斯 统领着司马修之的军队四万人 依傍着陡峭的江南排下战阵 刘豫的军队士族 没有人能攀登上去 刘豫披挂起铠甲 打算亲自攀登 各位将领纷纷劝阻 他却坚决不听 越发怒不可遏 太尉主部谢会上前抱住刘豫 刘豫拔着佩剑指着谢会说 我杀了你 谢会说天下可以没有我谢会 但是却不可以没有您 剑武将军胡帆率领游击部队 此时正在将军 刘豫派人去叫胡帆 让他登岸 胡帆有些疑虑 刘豫命令身边的侍从去把他抓来 打算杀了他 胡帆看着来人说 我正打算去进攻贼兵 没时间前去受教 于是用刀尖在江岸上掘出小洞 仅能容下脚趾 他便踩着飞身跃上江岸 后便跟着他向上爬的人渐渐多了 登上江岸之后便直奔上前 叛力死战 司马修之的军队无法抵挡 渐渐向后撤退 刘豫军队因此趁机猛攻 司马修之的部队完全溃败 刘豫于是攻克江陵 司马修之鲁宗之一骑向北逃走 鲁鬼留守在石城 刘豫命令郎中侯下批人赵伦之 太尉参军沈林子进攻鲁鬼 太前武陵内侍王震厄带领水军船队 追击司马修之等人 有一群盗匪共几百人 在夜色掩护下袭击置庭 惊师震惊恐慌 刘忠带兵讨伐 把他们剿命 后秦国广平公姚碧向后秦王姚兴 进禅眼诬陷姚轩 正好姚轩的司马全批到长安办事 姚兴责备他不能很好地辅助 引导姚轩准备杀了他 全批大为恐惧 以诬陷姚轩罪恶深重 以此求得对自己的宽恕 姚兴大怒 派钱使节到杏城 把姚轩抓起来打入牢狱 命令姚碧带领三万人 去镇守秦州 尹昭说 广平公与皇太子关系不和 现在让他手握重兵 在外镇守 将来如果陛下一旦去世 那么国家一定就会面临危险 小不忍责乱大谋 正是对陛下的最好形容 姚兴不听 下王赫连伯伯进攻后秦兴城 攻克 抓获了那里的守将姚魁 把敌军的二万士族全部活满 后秦王姚兴前往北帝 派遣广平公姚碧 以及辅国将军脸曼伟 率军向心平进发 姚兴回长安 和西王举驱蒙逊 进攻西秦的广武郡 攻克 西秦王起伏赤盘 派遣将军起伏倪吟载号 拦截举驱蒙逊 举驱蒙逊进攻他 并把他杀了 起伏赤盘 又派遣将军哲斐等 率领一万骑兵 聚首勒结领 举驱蒙逊进击 并把他擒获 和西一带受饥饿困扰的 胡族人在上党聚集在一起 推举胡人白亚利斯为蝉鱼 改年号为建平 他们任用司马顺载 为主要谋士 进犯北魏的河内 夏季 四月 北魏国主拓拔四 命令公孙表等五位大将 前居讨伐他们 东晋清 继二周刺史刘静轩的参军 司马道次 是晋朝宗室的远亲 听说太魏刘豫进攻司马修之 司马道次便与同僚 辟驴道秀 身边的小将王蒙子 阴谋刺杀刘静轩 然后占据广固 响应司马修之 以卯初三 刘静轩召见辟驴道秀 把别人全部平退 秘密交谈 他身边的侍卫也全部被搁在窗外 王蒙子慢慢绕到刘静轩身后 突然抢过刘静轩防身用的佩刀 把刘静轩杀了 刘静轩手下的文武将佐 官吏马上声讨司马道次等人 并把他们全部斩杀 吉卯27日 北魏国主拓跋四向北巡视 西秦王祈福赤盘的儿子 祈福元姬 从长安逃了回来 祈福赤盘任命他为尚书佐铺设 五月丁亥初五北魏国主拓跋四前往大宁 东进赵伦之 沈林子在石城打败鲁鬼 司马修之 鲁宗之准备营救 却没有来得及 于是与鲁鬼一起逃奔襄阳 鲁宗之的参军李应之紧闭城门 不让他们进去 甲午十二日 司马修之 鲁宗之 鲁鬼 以及侨王司马文斯 新菜王司马道次 梁州刺史马靖 南阳太守鲁贩等人 全部逃奔后勤 鲁宗之平时很受百姓拥护 人们纷纷掩护 保卫他 把他送出国境 王振鄂等人前来追捕他们 到了国境没有追上 使回去了 当初 司马修之等向后勤 北魏国请求救助 后勤征鲁将军姚成王 及司马国带兵抵达南阳 北魏长孙松抵达河东 听说司马修之等已经失败 便都带兵回去了 司马修之到了长安 后勤王姚兴任命他为扬州刺史 让他去亲袭骚扰襄阳 是御使唐盛对姚兴说 根据预言 帝王受命吉凶的扶命 趁会说 司马氏应当重新夺取和 落以待 现在让他带兵在外 就像把鱼又放回湖海一样 我看不如封他高官 给他优厚的待遇 把他留在京师 姚兴说 过去 周文王最终在里得到赦免 汉高祖在鸿门没有被杀 这都是天命在左右 谁能违抗得了 如果真像福衬所说的那样 把他留下来 却正好是促使灾害加重 于是派遣司马修之去了 东晋下诏 加封太尉 为刘豫为太父 扬州牧 特许他可以带剑穿鞋上殿 进宫朝剑皇帝 不必小步走 奏事时 不必肆意趁名通报 任命言 清二州刺史刘道连 为都督京 乡 义 秦 宁 梁 拥七州诸军士 票其将军 京州刺史 刘道连 为人贪婪比俗 没有才能 刘豫任命中军长使 禁令太守谢芳明 为票其长使 南俊湘 刘道连府中的所有事物 都向谢芳明请教后 再决定 谢芳明是谢冲的儿子 东晋一周刺史诸灵史 派遣史节前去拜见 北南河西王举区蒙训 宣扬东晋朝廷的威势和德政 举区蒙训派遣摄人黄训 前来拜见朱灵史 并且呈上奏表 说 听说车骑将军刘豫打算清剿中原地区 我甘愿做他的右翼部队 帮助他驱逐荣族强盗 夏王赫连伯伯派遣御使中城乌洛姑 与举区蒙训递结盟约 举区蒙训派他的弟弟黄和太守举区汉平 前往夏国 在盟约上签字 西秦王起伏赤盘统帅三万大军 袭击黄和举区汉平抵抗 派遣司马奎人连夜出击起伏赤盘 把他打败 起伏赤盘刚打算带兵回去 举区汉平的长使交场 将军段景暗地里照引起伏赤盘来供 起伏赤盘再次挥师进攻 交场 段景于是劝说举区汉平出城投降 奎人带领一百多名壮士占据南门楼 坚决不投降 围攻了三天也没有攻下 最后他们精疲力尽被起伏赤盘抓获 起伏赤盘打算杀了他 散其长使五位人段辉劝说道 奎人面临危难不怕死 是一个忠臣 应该宽佑他 以此鼓励那些忠于君王的人们于是 把他囚禁起来 起伏赤盘任命左卫将军起伏匹达 卫皇和太守进攻以福枯前收降了那里的三千多户百姓回来 又任命尚书又铺设出联前为都督领北诸军士 梁州刺史 任命梁州刺史起伏千屯为镇军大将军和周牧 奎人在西秦背囚五年之后 段辉又为他求请 起伏赤盘赦免了他 让他回故葬 悟悟 遗悟 北魏国主拓拔司前往如园 于是又到上谷 捉鹿 广宁等地 秋季 七月 鬼魏初二 回到平城 西秦王起伏赤盘任命秦州刺史起伏坦达为上书令 任命光禄勋王松寿为秦州刺史 辛亥慧三十日出现日食 八月 贾子 十三日 东晋太尉刘玉回到建康 坚决辞让太父 杨州牧接受其余任命 任命世子豫章公刘易福为衍州刺史 丁卫 遗悟 东晋尚书左铺设谢玉去世 任命刘牧之为上书左铺设 九月 己亥 十九日 东晋实行大赦 北魏一连几年发生双汗 收成不好 云中 戴郡一代的老百姓有很多都饿死了 太史令王亮 苏坦向北魏国主拓拔寺进言道 按着称书的说法 我们魏国应把都城建在叶城 那样的话 才可以得到富足欢乐 拓拔寺向各位大臣征求对这事的意见 博士记久崔浩特进京召周旦说 迁都城到叶地可以解救今年的饥荒 但却不是长久的办法 小山以东的人民认为国家本来居住在辽阔的大漠之上 以为国民和牲畜一定无数 因此 称作是牛毛那样多 现在 一旦迁都 便要留下军队束手就都 只能分出一部分人向南迁移 这些人不可能住满几个州的土地 只好与汉人掺杂居住在各郡各县 这样 我们人少的情势就会暴露 恐怕四方的邻国也都会因此产生轻视我们的想法 况且我们的百姓不习惯那里的水土 得病 受伤 死亡的人一定很多 再者 就都的守兵减少之后 躯盖 柔然等国就会有窃取我们的想法 假如他们动员全国的军队前来进攻 云中 平成一定会发生危机 南迁后的朝廷由于有横山 戴郡的千里险要重重阻隔 很难前去营救 这样的话 就会在民生和实际利益上都碍到损害 现在我们居住在北方 假如小山之东的地区有什么变乱 我们派遣青庄骑兵向南进攻 把部队分布在林野中间 谁能知道我们人数的多少 老百姓看见我们的征臣就会畏惑竞服 这就是我们国之所以用威力制服汉人的真正原因 明年春天到来之后 杂草生长起来 家畜吃饱之后 牛奶乳酪等也便可以供应上了 再加上蔬菜水果 便可以维持到秋天粮食成熟的季节 我们面临的这些暂时困难便可以克服了 拓拔四说 现在国库彻底空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等到来年的秋天 如果明年秋天又出现饥荒 我们将怎么对付呢 崔浩等回答说 应该把最贫穷鸡奶的人家挑选出来 让他们去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去谋生 找饭吃 如果明年再饥荒 到时候再想办法 只是现在不可迁都 拓拔四高兴地说 只有你们二人与我的想法一致 于是挑选百姓中最贫寒的人家 前往太行山以东的三个州去谋生 并派左部尚书戴郡仁周姬 统帅军队镇守炉口 安抚召集他们 拓拔四本人也亲自下农田耕种 又命令有关部门 劝勉指导人们从事农业和重丧养残的劳动 第二年庄稼丰收 人民于是富足安定 下国贺连剑带领部队进攻后勤 抓获了平梁太守姚军兜 于是又进犯新平 后勤广平宫姚碧 与他们在龙尾堡接战 把贺连剑火捉 后勤王姚兴耀性发作 广平宫姚碧声称有病 不去参加朝剑 却把手下的部队聚集在自己的府地之中 姚兴听说这事后大怒 抓住姚碧的党羽唐胜 孙玄等人杀掉 太子姚洪请求说 臣子不孝 不能团结兄弟 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这都是我的罪过 如果我死之后 国家可以得到安定 我希望您命我自杀 如果陛下不忍心杀掉我 那么我请求退居藩属的位置 姚兴心中悲悯姚洪 赵剑姚 梁喜 尹昭 脸曼维等 与他们商议 逮捕了姚碧 准备杀掉他 并彻底追查处理了他的亲信党羽 姚洪流着眼泪 一再请求 姚兴这才赦免了姚碧和他的那些同党 姚洪对待姚碧跟以前一样 没有丝毫愤恨的样子 北魏太史起奏说 火星在袍瓜星座中出现 忽然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按道理说 他应该到形势危险严峻 马上就要灭亡的国家去 先出现同样妖言 然后再发生霍乱 实行对该国的惩罚 北魏国主拓拔寺 召见十几个有名的儒士 让他们与太史一起讨论 参悟火星琐事的含义 推测星落的方位 崔浩对答说 按照春秋佐世传的说法 神灵在身的降落 根据他降落的日期推测 可以得知这个神灵是谁 耕武 八月十九日的晚上 新卫八月二十日的早晨 天上有阴云密布 火星失踪的时间 应该是在这两天 耕和武 在地上 纸地都是秦国 新纸地是西方的遗族 现在摇星聚首在长安 火星一定是降临到秦国去了 众人都不客气地说 天上没有了一颗星 人间怎么能够知道 它掉到哪里去了 崔浩微笑着并不回答 八十多天以后 火星突然又从景宿附近出现了 在那里若明若暗 很长时间才消失 后秦出现大汗 昆明池中的水也已枯竭 儿童歌谣和各种谣传纷纷四起 国中的百姓人心不安 只隔一年 后秦国便灭亡了 大家这才佩服崔浩的神奇精妙 冬季十月 人子初二后秦王姚兴 派遣散其常侍姚长等人 护送他的女儿西平公主出嫁到北魏 北魏国主拓跋四 以皇后的礼节迎娶了她 但是驻金人没有成功 所以按照北魏国的传统 她便不能做皇后 拓跋四于是封她为夫人 但对她的宠爱和照顾极为优厚 新有十一日 北魏国主拓跋四前往举入城 鬼亥 十三日回到平城 十一月丁亥 初八 她又前往柴出宫 庚子 二十一日返回 西秦王祈福赤盘 派遣湘武侯祈福坦达等带领一万骑兵 袭击南枪的米姐部落或康伯部落所拒守的赤水 收降了他们 祈福赤盘任命王孟宝 魏略阳太守 镇守赤水 北宴尚书令孙霍的弟弟孙伯仁为昌黎尹 与他的另一个弟弟孙赤之以拔都有材略勇物 他们跟随燕王逢把起兵 立过汉马功劳 但是他们请求开府的待遇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 因此口出怨言表示不满 冯拔把他们全部杀掉 却提升孙护为开府一同三私 路上舒适用来安慰他 孙护一直闷闷不乐 冯拔于是就用毒酒把他杀了 辽东太守勿引体也自认为有功 却被派出镇守边郡 心中愤愤不平 图谋叛变投奔外邦 冯拔也把他杀了 林毅进犯东晋的郊州 州的首将把莱迪打败 十二年 秉辰公元四百一十六年 春季 正月 甲申 初六 北魏国主拓拔四前往柴山宫 物子 初十 回到平城 东晋加封太魏刘豫 为衍州次使 都督南秦州 至此 他共都督二十二州 任命他的世子刘义福为豫州刺使 后秦王姚兴派遣鲁宗之带兵进犯襄阳 还没有到 鲁宗之便突然去世 他的儿子鲁鬼继续带兵进犯 雍州刺使赵伦之把他打败 西秦王起伏赤盘 在川进攻后秦桃阳宫彭丽和 举军蒙训进攻西秦所属的石权 以此解救彭丽和 起伏赤盘的大军抵达踏中 听说消息后带兵回国 二月 起伏赤盘派遣香武侯起伏坦达 营救石权 举军蒙训也带兵回去了 举军蒙训于是和起伏赤盘通婚讲和 后秦王姚兴前往华音 让太子姚洪主持朝廷政务进入西宫居住 姚兴并重回长安 皇门侍郎隐冲谋话 要趁姚洪出去迎接的机会杀掉他 姚兴驾到 姚洪准备出去迎接 宫中官员劝阻道 主上病危 奸臣就在身旁 殿下现在如果出去 向前也看不见主上 后退则一定有难以预料的灾祸 姚洪说 作为臣下和儿子 听说君王和父亲病重 却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不出去迎候 心里哪能平安呢 下属们回答说 保全自己目的是为了使国家稳定 这是最大的孝心了 姚洪这才没有出去 上书姚沙弥对尹冲说 太子不出来迎接 我们应该把皇帝的车轿 抬到广平宫的府地去 禁卫军的将士听说皇上在这里 自然应当集中过来 谁去保护太子呢 况且我们因为广平宫的缘故 明字已经被注定是叛逆了 将来到哪里安身 现在趁机挟持皇帝发动事变 是名正言顺的 不但是把广平宫 从祸患中解救出来 而且我们这些人 以前的罪名 也可以全部洗血了 引冲因为姚洪的死活 还不知道 打算跟随姚洪进宫 然后再寻找机会叛乱 遍布采纳姚沙弥的建议 姚兴进了内宫 命令太子姚洪路上舒适 命令东平宫姚少 及右伟将军胡义渡 带兵驻防王公 对内外情势严加防御 太遣殿中上将军脸漫围 搜查收缴姚臂府地中的武器装备 存入国家的武器仓库 姚兴的病越来越重 她的妹妹南安长公主前来探病 问候她 她没有回答 她的小儿子姚耕儿出宫 告诉她的哥哥南洋公瑶说 皇上已经驾崩了 应该快点决定对策姚便于尹冲 率领全副武装的战士进攻端门 脸漫围 胡义渡等人指挥军队紧闭攻门 聚首立战 姚等人派遣精壮的士兵登上门楼 沿着屋檐前进 到了马道的地方 她红在资义堂侍奉父亲的病 太子又为帅姚河都率领太子宫的军队 进驻马道以南 姚等没有办法前进 于是便放火烧了端门 姚兴勉强支撑起来 来到前殿命令姚必自杀 金卫部队看到姚兴 欢呼跳跃 争先恐后的发动冲锋攻击敌兵 敌兵惊慌失措 姚河都又带领太子宫卫队 从后面夹击敌人 姚等人大败 姚逃奔离山 她的同党建康公吕龙逃奔雍城 尹冲和她的弟弟尹红逃奔东进 姚兴把东平公姚少以及姚 两喜 尹昭 脸曼为赵节内宫她的床边 交给他们遗诏 让他们辅佐朝政 第二天 姚兴去世 姚红封锁姚兴的死讯 不发布消息 下令逮捕南洋公姚和吕龙 大将军尹原等人 全部杀掉 然后才公布父亲去世的消息 登上帝位 下令大赦 改年号为永和 姚红命令 齐公姚辉杀掉安定太守吕超 姚辉犹豫很久 才把吕超杀了 姚红怀疑姚辉对他有二心 姚辉因此非常害怕 暗地里聚集军队 阴谋叛乱 姚红把姚兴安葬在偶陵 追逝为文桓皇帝 妙号高祖 当初姚兴把李润的枪族三千户 强行迁移到安定居住 姚兴去世之后 枪族首领党龙反叛 姚红派遣府军江军姚 前去讨伐并收降了他们 把他们的首领和豪族 强行迁到长安 其他的都遣回李润 北地太守毛庸聚首赵世物叛变 东平宫姚绍前往征讨 并把他抓获 这时姚轩镇守李润 参军为宗听说毛庸反叛 劝说姚轩道 主上刚刚登基 威望和德行 还没有表现得很明显 国家的灾难是无法预测的 殿下不能不为此多想一想 行望那里地势险要 应该迁到那里去聚首 那是称王称霸的基本条件和 姚轩听从了他的话 率领三万八千户居民 放弃李润 向南去保守行望 几个羌族部落占据李润反叛 东平宫姚绍进兵讨伐 把他们打败 姚轩前去拜见姚绍请罪 姚绍把他杀了 2月 东进朝廷加授太尉刘裕为中外大都督 刘裕动员军队严加戒备 准备讨伐后勤 安帝下诏加授刘裕兼任司 遇二周刺史 任命他的世子刘裕福为徐 演二周刺史 狼邪王司马德文 请求率领部队在前开路 到洛阳去整修祖先的陵墓 安帝下诏允许 夏季 四月 仁子 初五 北魏实行大赦 改年后卫太长 西秦国乡武侯 祈福坦达等 在上袭击后秦国秦州刺史摇岸 并把他打败把当地的五千多户居民强行迁移道喊 五月 鬼四十七日 东晋加说太尉刘裕兼任北雍州刺史 六月 丁矣 十一日 北魏国主拓拔寺巡视北方 并州的几万丈落的胡人背叛后勤 来到平阳 推举匈奴人曹洪为大蝉鱼 向匈奴宝开进 攻伐利益将军姚成都 征东将军姚义从蒲板发兵讨伐他们 抓住了曹洪 押送到长安 并把他们中间的一万五千落膨胀的豪门大族 迁往雍州 堤王阳盛进攻后勤的齐山 攻克了那里 并进而向秦州逼近 后勤后将军姚平赶来援救 杨胜带兵撤退 姚平与上手将姚松追击他 下王赫连伯伯率领四万骑兵袭击上 还未赶到 姚松便在竹岭与杨胜的激战中兵败身死 赫连伯伯进攻上 二十天之后 攻克 杀死秦州刺史姚军都籍将士五千多人 并摧毁了城墙 他进而进攻阴密 又杀死了后勤国守将姚梁子 以及一万多将领军组 他任命自己的儿子赫连昌 为雍州刺史 镇守阴密 后勤征北将军姚辉放弃安定 逃奔回长安 安定人胡言等率领五万户居民 占据城池向下国投降 赫连伯伯让镇东将军养狗儿 带领五千鲜卑人镇守安定 去雍城进攻后勤镇西将军姚辰 姚辰放弃了房地逃奔长安 赫连伯伯聚首雍城 进军劫掠城 后勤东平公姚绍及征鲁将军尹昭等率领步兵 骑兵五万人迎击他们 赫连伯伯退至安定 胡言紧闭城门抵抗他 并杀了养狗儿和他所带领的鲜卑人 再次献出安定 归降后勤 姚绍进军到马鞍板 向赫连伯伯发动攻击 并把他打败 一直追到朝纳 没有追上便回来了 赫连伯伯回姓城 杨胜再次派遣直儿杨眷进攻后勤 抵达陈仓 后勤的脸漫围把他击退 下网赫连伯伯又派直儿贺连提 向南侵犯谢阳 后勤车骑将军姚玉等把他打跑 西梁司马所承明城上奏书 劝说梁公里讨伐北梁和西王举驱蒙训 礼召他进攻见面 对他说举驱蒙训成为百姓的祸患 我怎么能够忘了他 只不过我的气势力量还不能把他除掉罢了 你如果有一定可以擒获他的计策 就应该把他告诉我 只是一味的唱高调 说大话 让我向东讨伐 这何说石虎这小崽子 应该抓起来绑到市井上去斩首的人 有什么差别 所承明羞残惶恐而退 秋季 七月 北魏国主拓拔寺 在牛川大规模打猎 到了阴返水才回来 戊须 23日 抵达平城 8月 丙武 初一 东晋实行大赦 东晋宁州 把一个琥珀做的枕头 尽献给太尉刘豫 刘豫因为琥珀可以治疗外伤 所以得到这个枕头非常高兴 命令把他捣碎 分别赐给即将要去北方征战的将士 刘豫任命自己的世子刘义甫为中军将军兼太尉刘府事 任命刘牧之为左铺舍兼任监军中军二府军司 并让他进入东府居住 总管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 任命太尉左司马东海人徐献之为刘牧之的副首 命左将军朱灵石守卫宫廷及国家办事机构 命徐州刺使刘淮慎守卫京师 命扬州别嫁从事使张玉任刘州市 刘淮慎是刘淮靖的弟弟 刘牧之在内总管朝廷政务 在外供应军旅的挤养 欲使当机立断快如流水 因此一切事情没有堆积迟滞的 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 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 内内外外咨询禀报 堆满台阶屋子 他竟然能够眼睛看词做送书 手写答复信件 耳朵同时听属下的汇报 嘴里也应酬自如 而且同时进行的这四种工作 互相之间又不混淆错乱 全都处置得当 他又喜欢宾客来往 说笑谈天 从早到晚 毫无倦意 偶尔有闲暇时间 他便亲自抄书 参阅古籍 笑定错误 他的性格奢放豪迈 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 一大早便经常要准备 十个人左右的饭食 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进餐 他曾经告诉刘豫说 我刘慕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威健 维持生计都很艰难 自从得到您的信任舔任高位以来 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 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笑 仍然稍微显得过于丰厚了一点 除此而外 没有一点而是对不起您的了 中军资议参军张绍对刘豫说 人生危机脆弱 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刘慕之如果遇到什么不幸 谁可以代替他呢 而你所开创的工业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如果一旦发生不幸 你说该如何处理后事 刘豫说 这自然要完全交给刘慕之和你了 丁四十二日 刘豫从建康出发 他派遣龙襄将军王振厄 冠军将军谈道记 带领步兵从淮河 肥水向许昌 洛阳进发 派遣新野太守朱超时 宁朔将军胡藩进军阳城 派遣镇武将军沈田子 建为将军傅宏之进居武官 派遣建武将军沈林子 鹏城内使刘尊考带领水师 从石门出发 自汴水入黄河 派遣冀州刺史王仲的 都领前锋的几支部队 开通巨野被淤色的旧河道 进入黄河 刘尊考是刘豫的本家弟弟 刘慕之对王震恶说 刘公这次交给你讨伐秦国的重任 你可要努力呀 王震恶说 我如果不攻克收复关中地区 发誓不再过长江 刘豫起兵出发之后 青州刺史潭之便从广陵擅自率领军队 到途中掩杀讨伐逃亡的人 刘慕之担心潭之趁机制造变乱 商议准备派军队防备 当时谭韶任江州刺史 张绍说 现在谭韶占据长江中有 谭道记为讨伐秦国军队的重要将领 如果露出一些怀疑他的迹象 那么留在京都的太尉府乃至朝廷 便会马上陷入危险 不如派人迎上去慰劳他 顺便观察一下他的意图 一定没什么可担忧的 刘慕之这才停止行动 当初北魏国主拓拔斯派遣公孙表 前去讨伐白亚利斯 说一定事先通知秦国的洛阳守将 让他们在黄河南岸严密设防 然后进攻他 公孙表还没有到达 胡人便废除了白亚利斯 重新拥立刘虎为帅善王 公孙表以为胡人内部勾心斗角 毫不团结 结果一定会失败溃散 于是并不通告后秦的守将 便发动了进攻 被刘虎打得大败 是促中死伤的人很多 拓拔斯与各位大臣商议说 胡人背叛我们 已超过了一年 征讨他们也没有获胜 他们的人数又很多 制造的祸患也一天比一天深 现在又正值圣丘 不可以再次发动军队前去讨伐 以免妨碍百姓收获庄稼 怎么办好呢 白马侯崔红说 胡人虽然数量很多 却没有特别称职的大将 统下他们 终究不能成为太大的祸患 公孙表等的几支军队 不能说力量不够 但是他们的军纪法令 却不能严格统一 对战机的把握 和对事情的处理 都有失妥的 因此才导致了失败 我看只要选好一员 平时便很有威望的大将 带领几百名骑兵 前去统育公孙表的军队 便没有不打胜仗的 乡州刺史书孙剑 以前在并州任职 胡人 汉人对他都很害怕竞服 其他将领都赶不上他 可以派他去拓拔四一 从了他的建议 任命书孙剑为中领军 监督公孙表等人 去讨伐刘虎 九月 雾武 一雾 把敌军打得大败 杀死了一万多人 刘虎和司马顺哉全部战死 俘虏了那里的百姓十万多口 东晋太尉刘虞抵达鹏城 朝廷家任他领徐州刺史 任命太原人王玄魔未从事史 当初 王失败的时候 僧人谭勇把他的小儿子王华藏了起来 让他扮作同窟 提着自己的衣裳行李 跟在后面 码头巡逻检查的人 对这孩子产生怀疑 谭勇呵斥王华说 你这小奴才 为什么不快走 用棍子打了他几十下 因此才免于被识破 后来遇到大赦 他才到吴郡 他因为父亲下落不明 不知是死是活 所以只穿不移 只吃蔬菜 拒绝与别人交友 不出来做官 这样过了十几年 刘虞听说王华贤明 打算征用他 于是便为王发丧 让王华穿了三年的丧服 三年之后 征召他为徐州主部 王振厄 谭道记进入了后勤的境界 所过之处 全部告解 后勤将领王狗生 献出七丘 向王振厄投降 后勤徐州刺史瑶长 献出相成 投降了谭道记 其他的那些保卫地方的守军 也都听见东晋军消息 便前来归顺 只有新蔡太守董尊不肯屈服 谭道记攻克了他所坚守的城池 抓住了董尊 把他杀了 他们进军克服了许昌 抓获了后勤颖川太守姚元 以及大将军杨业 沈林子从汴水进入黄河 乡议人董神虎 拒绝了一千多步众赶来投降 太尉刘豫任命他为参军 沈林子与董神虎一起进攻苍原 并把那里攻破 后勤衍周刺史 为华投降 董神虎擅自回到家乡乡议 沈林子把他杀了 后勤东平公姚绍 向后勤国主姚红进言道 进军已经过了许昌 安定遥远孤立 很难救援守卫 应该把迁到那里充实防务 和农耕的镇户全部迁回 充实经济的力量 这样可以得到十万精锐部队 虽然晋朝和下国轮流入侵 也还不至于是国家轮亡 如果不这样的话 晋国进攻玉州 下国进攻安定 我们怎么办呢 事情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应该尽快决定左扑设良喜说 齐功姚辉一向有威勇的名声 领北一带的军民对他都很害怕 镇守在那里的人 也已与赫连勃勃结下身仇 所以理所应当判死拒守 没有别的想法 贺连勃勃到最后 也不会越过安定 远征京师 如果没有安定这座屏障 强盗的战马一定会进发到限 现在 关中的兵马足可以抵抗东进 不应该自己先损害削弱自己 姚红听从了他的话 历布郎意恨秘密地向姚红进言道 姚辉在广平之南的时候 对陛下忠诚不二 立下大功 自从陛下继承大统当上皇帝之后 也没有给他特别的封赏 报答他的忠心 现在 对他来说 在外是把他遗弃在必死之地 在内又不让他参与朝廷的决策 安定的百姓 自认为一座孤城岌岌可危 强敌又渐渐逼近 因此 希望牵回南方的人 时有九个 如果姚辉操纵几万精锐部队 累起战鼓向京师进发 岂不是国家的大麻烦吗 应该把他征召回朝廷 安慰他的情绪 姚红说 姚辉如果心怀不轨 阴谋叛逆 把他征召回朝 不过正好加速灾祸的到来罢了 又不接受他的意见 东晋王仲德率领的水师 进入黄河 即将破进华台 北魏衍周刺士 魏剑怯懦慰惧 统帅不重放弃守城 向北渡过黄河 王仲德进入了华台 并宣告说 我们晋朝本来打算用七万匹 步驳做代价 向魏国借荡 却想不到魏国的守将 却突然放弃城池逃跑 北魏国主拓拔四听说后 派遣书孙剑 公孙表从河内向方投进军 又带兵渡过黄河 在华台城下杀掉魏剑 把他的尸体投入黄河 并向王仲德的部下 结问为什么入侵进犯 王仲德派司马逐和 支上前回答说 刘太尉派遣征辱将军王仲德 从黄河进军洛阳 去清扫晋士的祖先领墓 并不敢向魏国发动进攻 为了守将自己放弃 华台逃走 王将军才借助这座空城安歇部队 我们马上就要向西进发 对进 魏的和睦关系并不妨碍 你们有什么必要高杨战旗 锦内战鼓显示威力呢 拓拔四右派书孙剑 质问东晋太尉刘玉 刘玉谦逊地道歉说 洛阳是我们晋朝的旧都 但是却被羌人占据了 我们晋朝打算修复 晋士祖先陵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而环氏的童鼠亲鼠 司马修之 司马国兄弟 鲁宗之父子等人 都是晋朝的杜虫和叛逆 但是枪贼们却收留他们 给我们留下后患 现在我们晋朝准备讨伐他 打算向你们魏国借一条道 不敢对你们有什么不利的举动 北魏镇守河内的大江余力 有勇武的名声 在黄河岸上构筑堡垒 防备东晋的侵扰 刘玉写一封信给他 上面的称呼是黑公麾下 余力喜欢使用黑座武器 因此这成了他的标志 所以刘玉才这样称呼他 北魏于是拜授余力为黑将军 冬季 十月 仁须 十八日 北魏国主拓拔寺前往柴山宫 当初 北宴将领酷公斌投降了北魏 不久又背叛北魏重新归赴北宴 北魏国主拓拔寺派遣萧綦将军严谱 渡过如水拒进攻库官兵把他杀了 于是他们又乘胜进攻北延幽州刺史库官昌 征北将军库官体把他们全部杀掉 后勤阳城 行阳两座城全部投降 东晋部队进发到城高 后勤征南将军陈牛公瑶镇守洛阳 派遣信使向长安请求救援 后勤王姚洪派遣岳旗校尉延生 率领三千骑兵赶来救助 派遣五位将军姚义南带领一万步兵 去协助镇守洛阳 又派并州睦姚义向南去屯扎在闪金 作为他们的声援 宁硕将军赵玄对摇禁言道 现在进扣越来越深入我们国土 人心震害动摇 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无法抵挡他们 如果出去迎战反而不能取胜 那么我们的宏伟事业便会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我们应该按几处镇守的大军不动 坚守金庸 以等待西部的军队前来救援 金庸不被攻克 进军一定不敢越过我们向西进发 这样我们便可以不去迎战 坐在这里等待他们出现漏洞司马瑶宇 按地理与东进的谈道计勾结 通谋 主部言辉 杨前都是瑶宇的党羽 他们都非常嫉妒 厌恶照选 所以便对瑶进言道 殿下因为有英明勇武的谋略和能力 接受独当一面的国家重任 现在只是环城坚守 向敌人显示自己的懦弱 怎么能不受到朝廷的责备呢 瑶也认为是这样 于是派遣赵璇带领部中一千多人 向南驻守白骨务 派广武将军食吾会向东数位攻城 赵璇留着泪对摇说 我赵璇接受三代皇帝的重恩 所以一直坚守的志向正是以死相报而已 但是您不采纳忠臣的良言 被奸臣耽误 以后一定后悔 不久 成高 虎劳都投降东进 谈道计等人带领大部队长驱直入 时无会抵达石关 逃了回来 东进龙乡司马行阳人毛德祖 在白骨与赵璇展开战斗 赵璇的军队失败 他身受十几处伤 跌倒在地 大声呼喊 赵璇的司马俭剑 冒着被杀的危险 抱住赵璇而哭 赵璇说 我的伤太重了 你应该快点逃走 简剑说 将军不脱离危险 我简剑到哪里去 最后与他一起死了 姚宇跳出城来投奔谭道计 甲子 二十日 谭道计进军逼近洛阳 秉吟 二十二日 姚出城投降 谭道计俘获后 秦国人四千多 有提建议的人 打算把他们全部活埋 筑起一座土丘 谭道计说 讨伐罪人 安抚平民 今天正是时候 于是 把他们全部释放 遣送回家 从此 不管是姨族还是汉族 都非常感激高兴 前来归附的人非常多 严生 姚一南还没有赶到 听说洛阳已经沦陷 没有敢继续前进 遗丑 遗物 东晋安帝下诏派遣 兼司空 高密王司马辉之 修复拜 有五位皇帝的陵墓 并设置守卫部队 太尉刘豫任命冠军将军 毛之 维河南 和那二郡太守 代理四周的政事 束手洛阳 西秦王起伏赤盘 派遣秦州刺使 王松寿镇守码头 用来对后秦的上 造成压力 11月 甲虚 初一 北魏国主拓拔寺 回到平城 太尉刘豫派遣 左掌使王洪返回健康 委婉地向安帝请求 加受自己酒席 这时 刘慕之执掌刘守的大权 但是这旨意 却是刘豫自己在北方提出 又通过别人传来 刘慕之从此既惭愧又害怕 得了疾病 王洪是王大儿子 12月 人参 29日 安帝下诏 任命刘豫为相国 总百魁 扬州墓 加封为十亿十郡的宋公 备伴九夕的礼仪 尊位在各诸侯王之上 并仍像原来那样 坚韧征熙将军 斯 豫 北徐 拥四周刺使 刘豫推辞 不接受任命 西秦王起伏赤盘 派遣使节前来拜见东晋太尉刘豫 请求进攻后勤 主动为刘豫效力 刘豫受起伏赤盘 为平夕将军 河南公 后勤姚毅的司马孙畅 劝说姚毅 让他去回击长安 杀死东平公姚绍 废掉国主姚红 自己代替他登基 姚毅认为很对 于是把粮食发放给河北的 遗族与汉族 打算以此树立一些 个人的恩德 收买民心 左常事章场 侍郎佐雅劝阻他说 殿下以皇帝的 同母弟弟的身份 坐镇一方 自己的安危悲喜 与皇帝和国家是一样的 现在无地的敌人前来侵犯 四周已经丧失 西部的强盗 也不断地骚扰边境 秦州 梁州已经轻负失败 朝廷的危险程度 像累在一起的鸡蛋那样 梁氏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 殿下无缘无故地把他散发掉 盗空损耗国家的储备 将来怎么办 姚毅勃然大怒 鞭打他们致死 姚红听说了这个消息 照东平公姚绍 进攻与他秘密商议 姚绍说 姚毅性格卑鄙 见是浅薄 听人话行事 想出这种主意的 一定是孙畅 只要派信使飞马去把孙畅征兆来 再派辅军将军瑶聚首闪城 我再去同关调遣指挥各支军队 如果孙畅接受赵书来经 我便派遣姚毅统领河东的现有部队 去抵抗禁军 如果他不接受征兆 便可以公布他的罪状 公开讨伐他 姚红说 叔叔这些话 真是拯救国家的好办法 于是派遣姚和冠军将军司马国 建议将军选 驻扎在闪金 派遣五位将军姚吕囤扎在同关 姚毅于是发动大军 自称皇帝 向各州郡传递公告习文 打算把匈奴宝的粮食 运来普版供应自己的部种 宁东将军姚成都拒绝 姚毅用谦卑的话引诱他 并把自己的佩刀 送给他做盟式的见证 姚成都仍然不听从 姚毅派遣萧綦将军王国 带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族 去袭击姚成都 姚成都把他们击败抓获 太遣使者责备姚毅说 您以皇帝至亲的身份担当重任 国家危急的时候 不能上前解救 却反倒图谋非分的想望 三位祖先的在天神灵 怎么能够保佑您呢 我姚成都准备纠集一兵 前往黄河之上与您相见 于是向各个城池传送席文 明确告诉他们什么是顺田 什么是叛逆 征集部队调动军粮 用来讨伐姚毅 姚毅也发动几个城的守军 但是却没有响应他的 只有临近的几千户人家响应 姚成都带兵渡过黄河 对临近的叛军发动进攻 把他们打败 姚毅手下的蒲板士兵 安定人郭纯等人拉起队伍包围姚毅 东平宫姚绍进入蒲板 抓获姚毅 杀死孙畅等人 这一年 北魏魏将军 安城校园王苏孙郡去世 北魏国主拓拔四非常惋惜他 对他的妻子环氏说 生的时候可以和他一起享受荣华富贵 死后能和他一起承受悲哀吗 环氏于是自己上吊而死 死后二人合葬 北魏境内的丁陵部落酋长迪蒙雀 掠挟驱赶当地的官民进入白剑山叛乱 北魏内都大官和内人张璞 与冀州刺使长孙道生讨伐他们 长孙道生是长孙松的侄儿 长孙道生打算直接进兵袭击迪蒙雀 张璞说官民们不愿意制造叛乱 不过是被迪蒙雀逼迫威胁罢了 现在如果不加以分别 对他们一并进攻 他们虽然打算弃恶从善 但是也已经无路可走 因此他们一定会同心协力 聚首显要抵抗官军的进攻 那样就不容易马上把他们绞平了 不如先派遣使者前去告诉他们 说不和迪蒙雀一同谋反的人 一律不与朱连定罪 那么他们一定非常高兴地 判离迪蒙雀 主动散去 长孙道生听从了他的话 投降过来的果然有几千家 让他们恢复过去的家宴 迪蒙雀和他的一百多名死党出逃 张璞等人追上 把他杀掉 左部尚书州姬对他的余党穷追不舍 严加讨伐 终于把他们全部杀掉 叮零迪蒙雀 驱略利民 入白三间伟乱 魏内都大官和内张璞 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讨之 道生 松之从此也 道生欲进兵姬猛雀 璞曰 利民非乐为乱 为猛雀所破邪尔 今不分别 并积之 虽欲反善 其道无由 必同心协力 据显以据官军 魏意促平也 不如先前时欲之 以不与猛雀同谋者皆不作 则必喜而离散以 道生从之 降着数千家 使父就业 猛雀与其党百余人出走 蒲等追斩猛雀手 左部阎书周己 穷讨于党 西诛之